而在商业上被浇了冷水的还有南韩的传统市场 因为商家卖向高龄化 现在面临了衰退的危机 所以政府积极在推动青年老板入住 像是在青州市有一家老字号的饺子店 在二代接手之后 他们推出了全球第一款的无糖饺子 有野心要进军国际 而另外在首尾的京东市场 则是有知名的咖啡品牌进驻 他们把废弃的剧场改造成复古的工业风咖啡厅 吸引年轻客群也希望能够带动市场的买气 打开蒸笼香味混合着热气扑层而上 一个个圆圆胖胖的韩式饺子 让顾客垂涎三尺 隐身在南韩青州六街传统市场的饺子店 在第二代接手后 不止继续保留50年好味道 年轻老板求新求变 推出全球首款无糖饺子 还打算将自家老字号推向国际 在牛澳两国累计丰富料理经验的小伙子 则是怀抱当餐厅老板的梦想 来到经济道 两位年轻老板受南韩政府机构邀请分享故事 鼓励更多青年商人或是年轻人喜爱的店家 进驻传统市场 像是老剧场改造而成的怀旧咖啡厅 就因文创魅力深得年轻人的心 一开业就掀起热议 探店人潮也自然而然的流向附近市场 这样的画面政府当然乐见其成 原来是因为南韩传统市场商家 平均年龄高达五十九岁 就怕市场因为就业人口老化 面临衰弱危机 首尔当局积极推动措施 试图透过增加市场内青年摊商数量 带来新动力 卫山市这夜市就是政府推动 由青创带领的夜市一条街 短短一百多公尺烤肉 海鲜 还是甜点饮料应有尽有 随着光顾夜市的游客增加 也带动附近传统市场商机 只是这样的做法似乎效果有限 二十七年开始南韩中央已投入 超过六百亿韩元预算 在全国建设了四十三处 类似的青年商家空间 希望吸引人潮到附近传统商圈 但至今已有六处关门 甚至入住的青年摊商 有一半已经停止营业 专家分析光靠年轻摊贩 但用肉还不够 专心为观光市场 很重要 市场得有特色才能流得出人气 大小市中的大肠放在烤盘上直直作响 中青南道里山郡就和南韩知名厨师白中原 西手重整里山传统市场 打造烤厂一条街 每家店都推出特色招牌菜单 希望能以此作为卖点 吸引游客前来振兴市场低迷买气 不过知名度渐渐打开 只是好的开始 接下来该如何流出人流 创造金流 仍是专心中传统市场的一大考验 TVBS新闻做不到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